台湾共同团 NCC于是出了这个叫做 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的一个草案 刚才前半段节目我们在讨论说 那这个法案当中 为什么只规范电子媒体 纸媒包括报纸杂志 以及网络通通没有算进去 那是太局部性的一个反垄断 这样子的一个垄断法出来有何意义 但重点里头还有一个问题 媒金分离 媒是指媒体金是指金钱的金 媒金分离呢 大家觉得说呢 如果太多财团介入到媒体的一个经营 这当然又会有所谓的垄断的问题出来 只为自家财团来发声 媒金分离又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在这份法律当中 现在也完全没有看到 刚时事額主委说到 因为这个有重复嘛 跟NCC 跟那个金管会有些重复 我们可能要跟他好好的讨论 否则再设立进去也是一个没有帮助的 所以要请教蔡委员 既然是如此的话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都告诉大家 源头就错 应该在公平会来立法 所以你在NCC处理这个法 立刻告诉大家 媒金分离 说到底是不想管 不敢管 还是不愿意管 于是都推到金管会那里去 那这个法律完全不完备嘛 他是故意不敢管 故意开后门 理由是什么 因为金融业跟媒体会有很像的地方 当然专家是我们邱教授 这个媒体本身 他触角很广 可是不要讲 金融业触角很广 金融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 第一个 你的存款户很多 你的贷款户很多 你的来源很多 你的触角也是 没花没花满天下的 所以两个都触角很广的东西 它的结合很容易产生 这个独占的力量 有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某报社的老板 他同时兼某银行的总经理 或者董事长 或者董事 两边一间的话 他等于怎么样 他变成本来是一个头 被四面佛 无所不通 他哪个管道哪个触角 如果他今天比如说 他修理谁 顺便从银行那边得资料 两边信息互通 他可以古搞瞎搞 所以在这种东西 就是说一定要把这种切开来 如果我们要切开来 就要把它切得一干二净 不能说 这个对不起 那个金控不该我管 是金管那该管的 金管那该关于拿懂媒体 你没太看得起他了吧 各学业各有专精嘛 就像说 我资论的经济学 我土了一点 我对垄断还知道一点 可是我在邱教授面前比我还差一截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问专家嘛 你现在这个也不敢管 金矿那是金管那管 那垄断有一部分是公平会管 然后子媒因为宪法规定出版自由 所以不能管 不敢管 不归我NCC管 那我只守在一个广播电视法 那广播电视法 刚才我们中校长讲得非常好 你那个电子新闻媒体总共有13台 比起那个四台的子媒的影响力谁大谁小 你有没有弄错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NCC要嘛 你就把这个东西说 跟行政院长讲 这个东西夸部会夸媒体的 既然夸媒体的就要有别人审查 如果你不懂了金控 那你干嘛要审查说 如果电子媒体有涉及到子媒 你才要管 你也不懂子媒啊 你也没有人管子媒啊 所以我说拜托 拿给公平委员会 行政院去处理比较实际 所以邱老师这个媒精分离做得到吗 基本上市场上有个规律 叫做次善定理 叫做second best 就是说你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管理它 而你去管它 这种管是残缺的 是局部的 是选择性的 你这个管的结果 比不管还糟糕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次善定理 那媒精分离 你说现在NCC 把这个媒精分离的部分 推给了金管会 那金管会也不懂媒体 它怎么管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一次的一传媒的 这个购买案的过程里面 那么一开始 最早扶出台湾的就估重量 那金管会就把它约谈了 要来了解状况 那第一开始 它就说你的资金来源 有没有来自中性金控 结果一查 没有 好 那没有的结果 他就说 那你估重量到底持股多少 在中性金控持股多少 结果一发现 很少 那接着他就说 那我要把整个估家的家族 都放来讨论 那估重量说 我们都已经分家了 爸爸跟我分开了 我跟我弟弟也分开了 那他说不行 兄弟还吵架了 对 兄弟还吵架 他说不行 要把全部的估家家族都算进来 结果一算 只有百分之七点多 那七点多 也不在所谓的大股东 百分之十的 一个规范的限制啊 好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 他又说了 好 那我要看你的董事会里面 有占了几席 有没有过半 有没有实质的操控 而且我发现 也没有过半 没有过半 他就开始说 某某董事也算是 你跟你们关系很好 所以一下子算进去 搞出一个所谓 董事会的实质影响 说过半了 所以就约束你 然后接着就说 你不能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股份 要降到百分之二十 你有这样子管法的吗 随便你讲 对不对 随便你金管会的主管单位 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不觉得离谱到极点了吗 你是不是瑜伽之罪吗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基本上 台湾是一个以自由经济 作为台湾唯一深入的 台湾只有一条深入嘛 就是走自由化 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去管 而且是残缺式的管理 是局部性的管理 是选择性的管理 甚至到最后是 人为权衡式的管理 对 那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比不管还糟糕 所以我要奉劝 你今天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管 你外行 你就干脆 放手 你不要适次去干预 搞到最后 市场被你搞得越来越乱 越来越糟糕 而且你搞得煤金分离 如果不溯及既往 可以吗 但煤金分离不包含紫煤 可以吗 所以看到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小 刚刚崔玉老师 已经把这个 一传媒这次交易案 举了估重量的例子 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进一步也简单 在这里做一个分析 所以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不溯及既往 是大家恐怕也无法接受 而所谓的煤金分离 要切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叫做真正你立法 在管所谓的反垄断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 关于这个一传媒 这次的交易案 估重量这个部分 刚刚崔玉老师 有点到一个部分 其实当初在讨论过程当中 也拿出金控法的第16条 大股东的适格系 也拿出来讨论 这头说到 估重量买一传媒 就等于是顾联松买 最后经管会认定是这样子 因为顾联松就估家 他这顾联松毕竟 当初还是这个 中心金控的董事长 两个毕竟是要父子关系 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人 于是他就符合 大股东的资格的一个认定 认定估重量 符合大股东的资格 于是他不能够控制 经营跟主导媒体 于是才会出现最后 刚刚讲的 原本的持股34 降到20% 尽管会这件事情 是因估重量而做的一个决定吗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看 如何搜集既往 已经在现在 大家讨论了两大的 另外两大媒体负责人当中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是不是适合用在他们身上呢 不搜集既往又对吗 我们就来看看 蔡明中 富邦金控的董事长 好有富邦金 他有默默电视台 有台湾顾网 他最后是以大副媒体的一个名义 来并购了 凯博这个系统业者 好大副媒体的 这次的一个并购案 其实也给了很多的大副条款 但是如果不用 搜集既往的话 那么为什么 估重量的部分 因为他是金控 他还不是真正的负责人 他也得这样子做 蔡明中不需要吗 再来看看 林荣三自由时报 全台湾第一大报的 集团的创办人林荣三 这个联邦集团底下 有什么呢 联邦银行 联邦建设 自由时报 所以他是横跨金融跟产业 还有媒体的经营 现在呢 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林荣邦 可是自由时报的社长 他跟爸爸林荣三 是创办人 儿子是社长 那这个父子关系 跟估重量估 估联松之间的父子关系 又该怎么认定 庄老师 这个其实不太复杂 虽然讲起来 大家一时间可能会觉得 真的是好像有点样 但是重点是 媒金分离该怎么砍 重点是 实事好说 不应该塑集既往 这又对吗 如果媒金分离 是应该的 那代表说 既往这些人 在没有适当规范的时候 得到很多的利益 对不对 那他已经得到 这么多利益了 那对那些 未来可能得到利益了 你说不行 对得到很多利益了 他说你继续得到利益 这没有道理的 不对就是不对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 假如媒金分离 是应该的 是 就应该去执行 而且媒嘛 我管你是什么媒 你是电子媒体 你是网路媒体 你是电视媒体 你是纸媒 都是媒嘛 因为媒金分离 它是基本的利益 是这样子 那邱毅兄刚刚讲的非常好 但是我要提醒说 不能够因为金管会 无限上岗的去乱管 就说他不要管 我觉得我们要执政金管会 你应该好好的管 假如说 假设雇重量 他60%以上的那个 中信金的钱 那要不要管 当然要管 就说我们要实质的管 而不是讲说 因为他的爸爸是谁 所以他买的 等于他爸爸买的 那不得了啦 对不对 法律就要回到法律 那真正实质上 你有多少股份 超过这个股份 就应该要管 那我不 而且既然是媒金 不管是什么媒 电子媒体 纸媒都应该要管 所以这个媒金分离 大家真的不要以为 他只管所谓的电子媒体 我们刚讲媒体 现在简单讲 纸媒电子媒体 其实网路 通通算在里头 私承带的这个广播 其实也都算在里头 所以这个媒金分离 要更深刻 把它给讲清楚 说明白的话 其实跟我们第一段讨论 一模一样 所有媒体要一体试用 所以 那个当初金管委会是说 你的媒体跟这个 这个金融机构 这个不是媒体 是金融机构要投资 相关的产业不行 因为怕这个影响 所谓市场垄断 那媒体也是一样 那个在金融机构 也是会影响媒体 所以一个概念 就是避免垄断 所以包括相关的法令 都应该完备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可是对不起 最近一类人串的表现 我觉得一点不像 大家都忘了中家案 中家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没有 有没有违反公平法 没有 有没有垄断问题 没有 有没有中资介入 没有证据 结果 我NCC 我可以用我的自由新政 我给你一大堆的条条框框 让你说这个新闻台不能经营 那个新闻台要卖跳 然后因此你才能这样子 请问一下 以前有这样的作为吗 因为舆论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 让我做出对你这样的一个 一个交易的一个规范 是可以这样子吗 很简单 以后就算法通过了 刚秋老师讲了个重点 我也可以自由新政 以后 如果说蔡正文委员 以后离开国民党 要买个媒体 我也可以说 你有政党色彩 所以我就怀疑你的政党色彩 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病患有影响 一审又是八年 秋委员一样 我也可以对你做这样 然后无限扩张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姐妹 我慢慢的解释 然后最后结果 你超过我们的法庭上线 你就必须做什么样的规范 请问一下 这样法律定有何用 我们受制于舆论的压力 最后的结果 也是我来新政 那这样的结果 绝对不是法治国家 就是舆论治国 那以后谁还敢买媒体 只要我们讲了你 在媒体讲过反垄断议题的 比如说我郑某某 以后万一真的有钱要买媒体 你的背后是不是蔡衍明出钱 这又涉及垄断 这个又不能过 那怎么办 请问一下 这是到底是法律治国 还是舆论治国 我搞不清楚了 这个大家模糊在这里 这也是可能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整个执政团队 在做施政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大家非常无法理解的部分 还是说陈如 如果像这个施承刚才分析的话 也难怪这50条的法令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么的不完备 还是要推出来 因为反正最后 通通自由新政嘛 我的法条怎么写 又有重要吗 但一个国家 自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广告法院就来看看 既然这么样的纷乱 那是不是这个行政院 你该出来 好好地来正式主导一下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乎 舆论有所谓的反垄断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 行政院不应该回避 我们再回来 谢谢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